你現在還是有在待會嗎 你現在還可以嗎 呃可以啊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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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禮喔 婚禮現在要等小孩出生以後 我們抓大概就是 2025的Q1 就連小孩的滿月一起辦 哈哈 主香歡口熟露面 老婆加納懷孕造型房 這樣加起來大概總共花了大概 差不多1500馬幣左右吧 所以結一次婚不便宜 不要隨便離婚 哪裡 光是結婚登記 就花了1萬台幣 祖雄加納這對異國情侶黨 在台相遇 重泡有身格為戀人 再歷經複雜的婚姻手續 終於在9月正式結尾連禮 被問到婚禮計畫好了嗎 對對對 像我 我很喜歡規劃 處女座A型 哈哈 婚禮喔 婚禮現在要等小孩出生以後 我們抓大概就是 2025的Q1 就連小孩的滿月一起辦 哈哈 一月啊 最大禪應該在馬來西亞 因為是爸爸 爸爸 對 其實我覺得婚禮主要還是讓長輩開心 當然 還在討論當中 我叫加納去列名單 我說你先列一列看 我也列一列看 我們大概看一下 大概多少人這樣 現在還在列 回顧兩人從熱戀起 就愛的火熱 我們沒見過這樣上次 不知道運期 大約24週 還有沒有辦法為愛鼓掌 你現在還是有在愛愛嗎 你現在還是有在愛愛嗎 呃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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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正常 我沒有改變 他會改變 隨著他的週期的波動改變 而且加納就出現不下 呃 現在已經好很多 現在已經強 果然愛最大啊 加納目前代求就讀碩中 預計一月生產 顧不考慮休學 即便祖雄不仁心 最後還是遷就老婆的決定 對 我覺得有念書比較好 因為你忙嘛 就比較充實 如果是太有時間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容易想太多 這一邊幫忙籌奶粉錢的她 也沒歇著 有工作就接啊 哈哈哈哈 盡量不要推 盡量不推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各位廠商 現在有來我就接 哈哈哈哈 只能先選擇馬來西亞國籍 台灣籍 台灣籍就讓她選擇 她應該是有選擇權 小孩如果是在台灣出生 又是永久居留的話 好像是可以在18歲以前 再去做選擇 我們會想拍孕婦寫真 但是應該不會贏利 做紀念做紀念 跟粉絲分享 尺度喔 應該會是性感 哇 好